我说信慢慢比动物丛林更好玩 你们信吗 新增载具挖土机 相信大家以前小时候的梦想都是开挖土机 如今我们也是实现了 只需要点击挖掘 它就可以把土给挖出来 而且还可以堆在一旁 而且还可以360度随便转 然后我们释放它 它就会变成小土堆 它可以当成掩体也可以用来堵桥 而且它还可以投资 这个挖的精力还可以180度 这样来做眼力非常的方便 你们觉得操纵太紧呢 还可以变成高级的 还可以双人 可玩性非常的高 它的缺点速度太慢了 只有70多码 而且身为挖土机上坡非常的慢 而且特别吃力 也相当于根本上不去 端用铲子挖战壕 和平金就厉害了 用挖土机来挖 不过没有战壕 而是有泥土堆 古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第二个又是这个外骨骼 我看到这个蓝条 我就觉得这个不简单 它特别牛 到底有多牛呢 它是不需要加油的 而且还配备7.02的加特林 而且你的枪还可以开出来 加特林的子弹还是无限的 这部比动物丛里好玩多了 当你没有了 它会自动停下来 还会自己开始充能 等它这个红色能量条满了 就又可以骑了 这个能量条说快也不快 说慢也不慢 这是不是相当于无尽能源了 这里刚好有人机 我们去试验一下 这个机枪不是自带辅助瞄准的吗 按到了也可以打到的呀 瞄准到了呀 不是哼 一定是我们瞄准到 来 我们放大一下 看一下 这个很难控制方向呀 而且这个骨骼还是比较高的 有可能这个辅助功能还没有做出来 也有可能控制机枪的这个按钮没有做出来 不然根本打不到敌人 全部打到对面墙上去了 这个机枪它是用转动视角来瞄准的 我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给他打了 还有很多非常牛的道具 这个版本的主题是在创了园这里 它不会像动物丛林四面漏风 它的主楼的位置跟创了园的主楼位置是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道具了 这个版本没有空头 空楼在这里面 这两个箱子呢 分别都是空头的高级物资 新增两个道具 我这把左边刷了一个妹控 右边刷了一个awm 这个观察者可就厉害了 相信你们很想 特别想知道这个观察者有多厉害 我们点击监视 再扫描 它就可以监测到60米以内的敌人 好像是地图可以看到60米以内的敌人 好像是地图可以看到60米以内的敌人 新增强效治疗剂 这个就相当于冰茶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安全气囊有多牛 它是无声的 不像吗 还有一点声音 你们听是不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现在是安全气囊的 肯定很牛 啊 什么情况 其实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强效治疗剂 知道吧 是不是速度特别快 没错 我又带着安全气囊过来咯 你好呀 兄弟 我是用量how old are you 怎么不理我呀 啊 不是 你打我干嘛 不要过来呀 你过来你会后悔的 下面讲可以看我主要课程 像这种滑锁呢 它都是可以滑过去的 外面很多副主题呢 也是可以过去 差点忘了 还有机器狗呢 你们肯定很好奇 这个机器狗有什么用 这个机器狗呢 其实啥用也没有 就是跟一只狗一样 跟着你 这好像舔 啊 不是 还有新增航空母舰 这还是真的航空母舰可以飞的 这上面会有一位老熟人等着我们 他就是我们的无精叔叔 我去好帅呀 在这里不用担心别人会打你 因为我们是无敌的 这里面就跟街面一样 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拿好物资 拿好了 我们可以选择打架 也可以选择去太空 目前我这个场景是有四个人的 先让你们看见这个地形 这右边是另一个人的出生点 我先选择把前面能先解决掉 我的想法是先给他一个捏脸的错觉 再来打一个出其不意 打完他就来到右边了 也就是现在的左边 这左边有飞到太空的 我没有选择去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去太空的 我也不确定这里改了 会不会就结束了 之前是有个提示 离开了照鬼区域 这高打地肯定很好打呀 把他打了之后 我就自动上天了 不对 应该不是说上天了 应该是去宇宙了 这里有四套宇航符 只有有一套宇宙的宇宙 才是属于你自己的 这个宇宙符我只能说真能藏呀 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 我要当太空人 爷爷奶奶可高兴了 给我爱上空头呀 这上面没什么可探索的 这个位置可以传送到地图的任意位置 我直接传送到流浪矿场了 我建议大家不要落在上面 因为容易坐下一趟飞机 不小心落上来了也没关系 这里可以下去 空头就在这个里面了 差点忘了告诉你们 这个黄标是工作台 捡到足够的材料就可以做空头武器 哎有脚步声 等到一定的时间就可以进去拿空头武器了 差点忘了这个旅行车回归了 比以前好看一点了 他的载具储存样会有备胎 还有维修箱 最后这两个关注再走呗